佛教有一句话说 真布施不怕假和尚 意思呢是说我真诚的发心布施 那么这个布施的行为就有功德 即使我所布施的对象 是一个不应该接受布施的人 也无损于我的功德 那么这样的思想是不是正确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 在布施的功德呢 是属于两方面的 一个是主观的 一个是客观的 所谓真布施不怕假和尚 是主观的 有心布施 但是对方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他说他需要啊 他说他能做大功德 他说他在做大善事啊 那我们只有相信他 所以我们真诚信 来全心布施 虽然那个被布施的对象啊 他拿了钱去做坏事 可能去喝酒 可能去吃肉 也可能去瓢 也可能去赌 但是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啊 但是这相信他 自己说的 所以这个主观的布施 来讲的话 真布施 不怕假和尚 也有道理 另外也是主观的 就是我们布施的这个行为啊 就是来成长我们自己的慈悲心 或布施心 我们能有布施的舍心 就能够减少自我的执着 自我的贪念 自我的追求 就是欲望 人多半是贪得无厌的 人多半是啊 不断地要 不断地要 要了以后 不管他有用 没有用 反正是我要了 昨天有一个人 给了我两只原子笔 他问我要不要了 我说我自己是不要了 但是我的农产是要啊 所以是 你还有吗 他说我还有五十只 你要不要 我说我农产是 一共七十个人 一个人一只呢 要七十只 他说你五十只 你那五十只 全部拿得来 这个算不算贪得无厌呢 不是我 他问我个人要不要 我不要 还有我农产是 是不是要 是不是每一个人需要原子笔 这是个问题 那放在那个地方 不用它 结果原子笔变成了没有水 水都干掉了 那不是浪费吗 我 想到需要 我才要 不需要 不能够要 在 布施的时候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看 这个布施的这个情况下 这个是不是啊 应该让我布施的 如果我根本不知道 布施给谁 布施给哪一个 我不晓得 那只要有人需要 我就布施 这个叫做 没有对象的布施 没有一定的对象的布施 这个是大功德的布施 没有一定的 目标的布施 这是大功德的布施 没有一定 为了什么而布施 这也是大功德的布施 所以 这个 这是主观的布施啊 没有问题 一定啊 对自己来讲 就是一种舍的心 本身就是一个 对自己的自我 自作 自我的忠心 自我的贪求啊 会减少 这个帮助自己 除烦恼的 帮助自己 正智慧的 帮助自己 长慈悲的 很好啊 但是 这样客观的 应该不应该 记受布施 这个需要 有智慧 去调查 去观察 我们在布施之前啊 先要计划一下 我们是不是啊 对哪一些 更需要 最需要的人 和事 去啊 去布施 因此 布施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的布施 很可能呢 你布施了以后 人家用你这个钱 做坏事去 我知道有一些 假和尚 他就是 突破 画园 突破 画园 拿的钱 反正又不交税 这个太好了 那 拿的钱做什么 养家 喝口 喝酒 嫖毒 样样都有 像这种 画园的和尚 在台湾 不是很少见到 甚至可以说 你常常可以见到 那么 这个呢 我想我们社会上呢 要 好好的 了解一下 和尚来画园 问问他是哪一个庙 他这个庙 是不是真有这个庙 有的人画园的之后 说问他 你的庙在哪里 我在澎湖 你的澎湖什么庙 他随便说一个庙 澎湖地区是有这个庙 但是 有没有这个人呢 那就要赶快 打个电话 长途电话 问一问看 是不是这个庙里 有没有这个人 他可能给你一个假的电话 你打个电话去 你说那个地方 是不是某某庙啊 他说是啊 你们这个庙里 有没有这个人 有啊 完全是 但是 他这个电话 是不是这个庙里的电话 可能在家里面 是他的太太 可能是他的一个 村同好的 是他的同伙 在家里寄电话 正好一打去 他就有这个人 有这样的一个庙 所以这个呢 我们呢 所以是假和尚 正不是 你正不是 但是遇到假和尚 你还要考虑一下 那么现在 我们这个时代 假的慈善示意的机构 也是蛮多的 以慈善示意 做功德的示意 来成立一个什么机构 就是 莫到了钱 没有多久 这个机构就不见了 他捂了一部分钱 没有多久 又不见了 然后换一段 过一段时间 他换一个名目 又出来 你再过一段时间 他又不见了 像这种情形 也有 所以我们呢 要考察一下 布施的时候 要对有信用的团体 和人 来布施 但是 有一些没有名的 这种人 也不一定就是假的 他刚刚开始 当然没有名 当然没有成果 但是他的理念 还有他的诚恳 诚恳心 你多了解一些呢 这种人 这种事 还是可以支持的 所以我们呢 布施的时候 要有智慧 要有点耐心 不要说 我钱你拿出去就算了 这样子的话 不是很有智慧的人 对 你 你 睾 他 你 你是